灭大作战,巨石强森,与陈世杰,隔空合体东西方最强猛男一起力挺世界地球日路跑。 台湾第一位参加奥运举重无限量级,2017世大运举重银牌好手陈世杰,金陈现身总统府,与电影《灭大作战》,男主角巨石强森额空合体,东西方体坛与影坛两位最强壮的男人一起力挺世界地球日路跑。 一年一度的世界地球日路跑,是逢最新动作冒险电影《灭大作战》,宣传戏,特别邀请男主角巨石强森维路跑活动录制影片,在起跑前为大家加油打气并且提供惨赛选手小片部。 除了好莱坏大明星的加持,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到台湾最壮的超级猛男,奥运举重国手陈世杰到场助阵,在起跑线为大家加油,也为路跑活动增添神力。 特地北上参加这次活动的陈世杰表示,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。 能跟偶像巨石强森额空同台也蛮有意思的,《灭大作战》,利他一个人对抗夺头巨兽,我欺面自己站上举重台上,也要有像他一样的巴戏。 透过AR扩增实性的技术,也让陈世杰体验了跑给星星追的恐惧,第一次玩AR的陈世杰觉得心潮有趣,还欲罢不能的一口气体验了电影中的所有巨兽。 活动结束后陈世杰马不停蹄南下回到国训中心,继续为2018年8月阿加达亚运夺牌备战。 《灭大作战》,AR扩增实性解放巨兽APP欢迎下载体验。 《灭大作战》,《灭大作战》,《灭大作战》,内容讲述灵长类动物学家戴维斯奥克耶,据石强森。 是,不惜与人亲近,却与一头智商极高的银杯大猩猩,乔治每天形影不离,他从出生后不久就一直由奥克耶照顾。 没想到一次失控的基因实验出错,让这头温馴的大猩猩突变成为身形巨大的凶猛野兽,而且或不担心的是,很快又发现其他类似的变种动物。 这些新生的掠食怪物在北美各地肆虐,所到之处都被破坏殆尽,于是戴维斯与一位民生不佳的基因工程师合作,设法取得解药,并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杀出一条活路。 他不只要终止这场灾难,也要拯救那个曾是他朋友的可怕怪兽,乔治。 电影《灭无大作战》,预计于4月12日在台上映。 电影《灭无大作战》,预计《灭无大作战》,预计《灭无大作战》。 电影《灭无大作战》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